联环跑 联环跑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我们全新的联环跑的播出 那么在今天 我们的第一集当中 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 我们欢迎方继维 好 二姐好 观众朋友好 小朋友好 聖环啊 快点 聖环 聖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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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欧巴桑 我们现在在录影 录影 对啊 我是来录影的 今天他们用八人大叫 抬我来的 对啊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不知道她是谁 她就艾佳姨啊 就是上次那个华氏演的连续剧 艾啊 那个专门在欺负人那一个 专门在欺负人那一个 专门在欺负人那一个 专门就对了 是要专门 专门 拜托 说话比较客气的 我告诉你啊 人家是请我来梁环拍跨刀的 我跟你讲 你们这样子代客知道吗 不不不不不不 不过也没关系啦 既然我已经来也是半个主人了 甄兄啊 我跟你说 我们到那个太鼠尉 把帮我帮我坐坐坐 她啊 我站这样 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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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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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露...露...露... 露... 你是来我们这个节目 哦...我知道啦 就是跟我一起演那个... 女人当家 什么跟你一起 我是主角啊 搞清楚 哦... 我是主角 现在我主角我演呢 诶 静音啊 你告诉她 那个...那个单元叫什么名字 哦...女人当家 女人当家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表示说啊 从现开始啊 就是由我当家 我是主角 您看看 您瞧瞧 我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是标准的女人 不像有些人啊 忽男忽女的啊 有些时候呢 不太搞 搞不清楚自己的性别 这样子主持节目 怎么能吸引男性的观众呢 对不对啊 对啊 方姐 谢谢 谢谢 你们为什么掌声 方姐她在骂谁 骂你 不过这个也无所谓啦 你就不要跟她计较了啦 好 那么今天既然是到节目中来 为大家演出啊 当然大家也都很欢迎 对不对 对 谢谢 不过能不能介绍一下 她边上这位 骗子 骗子 哎呀 你是姻嫁啊 实在是有够糟糕了 你喔 她喔 她更老 她 小孩子说话不要太直接 什么她更老 她不算老啦 这样好啦 我要嘛 怎么样 你跟她对她的交易啊 怎么样 这样说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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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我不敢讲 你问观众朋友好了 她是干什么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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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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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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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蛤 有看嗎?有看嗎? 我們扣山在這裡後面比較漂亮,知道嗎? 喔,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了 輝洪真英啊 我要來這裡表演節目你們兩個站在旁邊 有啦,有啦 剛才我頭一次來連環泡 你也讓我穿一下,不知道對嗎? 對啊,過頭幾乎這麼容易 對啊 好啦,這樣說有理啦 我站在旁邊就好了 好啦,站在旁邊就有理啦 沒問題,我現在叫你啦 你... 對不起,遲到遲到 謝謝 謝謝 那個... 開始,主播台了 主播台 不用找主播台啦 因為這個單元已經換掉了 對,你被換掉了 你沒看到旁邊站著誰啊 跟你介紹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愛嬌姨 阿姨 阿姨 你叫我愛嬌妹就可以了 嬌妹 久仰大名 你來連環泡了 那當然 你也有啊,你演我老公啊 對啊 你美礦玉下 你演我老公不錯 真的叫做 無虛蝦也好 我們連環泡也實在找不出幾個美女嘛 對不對 不過這個... 這位認識吧 阿姨 阿姨 久仰,我明天晚上看你的節目 應該有看 這位大哥是... 火翁啊 你知道嗎 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知道 這是小流氓 大流氓 是嗎 是嗎 說話就要比較有差 不是啊,這就是說笑嘛 人家開心就好了 這如果說到女人當家 這是花佩蘭小姐的特別 因為我們連環泡的製作單位邀請 來跨刀演出 能夠跟她一起演出 相信我們的節目一定深色不少 對不對 對 謝謝... 其實我能夠跟芳芳姐 她是我的偶像 能夠在這個節目跟她學習 是我最大的榮幸 芳芳姐以後請您多多指教 幾個我們在台下的時候 沒有說要講的 這樣 但是我們的觀眾不管怎麼說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的熱情 也非常的配合 問她說對不對 通通都對 還沒有看怎麼知道對不對 來,女人當家我們來看一下 在台北的某一個社區 有一戶人家女主人 是出了名的有點恰伯 人家都叫她愛交姨 而且她生平跟一個人最有緣 那個人是誰啊 還有誰啊 就是常常強調說 你人要有高貴氣質那個方阿姨 聽不懂 這方阿姨 方阿姨是住在愛交姨家 對面的鄰居 她有一個興趣的 喜歡剛剛愛交姨來抬槓 她說愛交姨是個... 她這個人呢 不太喜歡玩股票 而且說話呢 喜歡咬名嚼字 不過問題就是 常常念錯字 你看這兩個人多有趣啊 不過方阿姨有個很可愛 很時尚女兒 永遠活在時代尖端 她的名字叫... 不要叫小桃子 最坦人我媽叫我小桃子 那你叫什麼呢 小桃子 答對了 她名字就叫小桃子 那三個女人經常 對於生活上點點滴滴 吵鬧不休 您看了不僅要感嘆 嗨 事逢日下 真是女人當家 小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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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都不知道小桃子嗎 年紀不小了 對不起 你看媽老忘記了 小桃子 做什麼嘛 把這包垃圾給丟 丟對不對 好 丟哪 丟... 就丟隔壁吧 媽 不好吧 你丟到誰呀 昨天晚上 丟了這麼大一包垃圾 在我們家呀 媽 可是不要啦 沒關係我去... 你丟不丟嘛 不丟是嗎 不丟我丟嗎 她不要了嗎 誰在丟東西啊 是她 拍你當個搞笑人 你也太沒有功德心了吧 這麼大包的垃圾 往我這邊丟啊 你沒看到我在做保養啊 你那個臉還做什麼保養啊 你是三星半夜生的 什麼意思啊 害死人 害死人啊 娘 姑娘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聽歸在哭霧 小朋友 你會... 你會... 他就罵你了 好了啦 不跟你說這個啦 我跟你說正經的啦 一個女人啊 平常就做全身的美容保養 我看你這種身材啊 就是沒有好好的保養 所以才落得 貌得 好 所以才落得 靠做那個頭操啦 我跟妳講 專家有跟我說 什麼東西可以吃 什麼東西不能吃耶 是啊 說到吃啊 像我們天生立職的人 就不必擔心 唉 你太神奇了 我就說你們兩個 跟那個報告寫得好像耶 我覺得你們兩個好像就是 得了中年症候群 中年 喔 欸 媽媽 媳婦在說你喔 是 我在說你們兩個 喔 你也有份吧 什麼叫中年症候群 中年症候群喔 他就是說你有以下幾種現象 可能你就已經是 中年症候群的患者 而且會慢慢步向老年喔 真有這種傻 我去拿筆記來記 不要去喔 不用去很簡單啦 首先第一個現象喔 就是愛嬌怡 你剛剛說要注意吃這個啦 注意那個不要吃啊 這樣子就是了 是啊 你愛嬌怡啊 好小心啊 這個不能吃了耶 不能吃 所以你小心喔 得了中年症候群啦 嗯 像我們真的年輕啊 就不會有這個煩惱 聽哭咧喔 這個才不準耶 還有什麼現象啊 這個現象喔 它就是說動作會變慢 走路也會慢慢的 欸 我跟你說 你媽媽就是這個樣子 她連做體操都不敢做那 有氧舞蹈 乖毛 哭毛 都在後花眼這樣走來走去 好像歐巴桑在散步耶 你知道什麼呀 我走路之所以慢慢 那是因為我 我邊走邊想事情啊 你們看啊 紅白鐵子這麼多 我總得算一算 錢該怎麼分配啊 媽 第三個現象就是說 你會很陸續說到很難 很多朋友寄來的 兒子女兒的紅鐵 或是爸爸媽媽的白鐵 這還沒多東西啊 是他 芳阿姨啊 你看你紅鐵白鐵一大堆 你已經是中年婦女了 小桃子啊 還有什麼 艾嬌姨你交花啊 對啊 還有啊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會養成那種花交花的好習慣 是她 是她 艾嬌姨啊 你啊 是真的越來越喜歡交花了 只可惜啊 這個青春是交不回來的 你們年輕人也真是的 老喜歡拿一大堆的資料 來嚇唬人 你們年輕人 就是這句話 就是這句話 他上面說 得了中年症候群 就很喜歡 開口閉口就講 你們年輕人 你們喔 你們年輕人喔 說得好 小桃子 還有些什麼 對對 趕快說 還有沒有送芳王可以治療的 說啊 還有些什麼症狀呢 你們好關心喔 很關心喔 關心就對了 關心中年症候群就是 真正得了中年症候群了 我兄弟都不關心 這其實我也是 根本就不關心 中年還早嘛 是啊 聽她說那麼多 她就有點暈了 不有點 頭暈啊 媽 妳頭暈 艾嬌姨妳也頭暈喔 頭暈那就更冰狗啦 頭暈的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步入中年了 才會頭暈 然後漸漸有高血壓症狀 就是步入老年耶 小桃子啊 進去 媽 可是這個棒 進去 艾嬌姨 妳媽叫妳進去 方大姐啊 什麼事啊 艾嬌姨 妳叫我艾嬌妹就可以了啦 什麼事啊 艾嬌妹 說真的方阿姨啊 其實我們兩個年紀 也已經不太那個 是啊 都有點兒中了 我是說我們兩個 每天都在這個陽台上見面 可是兩個人每天都這樣 吵來吵去的 增加我們製造很多的魔增 磨蹭 對 製造我們兩個很多的魔增 真會引來高血壓喔 好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後見你不要吵架了 要登親墓林 我就是這個意思啊 好 那就一言為定 好啊 明天見 好 明天見 來 這是什麼表情啊 原來啊 他們答不出題目 難怪要遭殃 廣告後絕對要收看 新單元新聞即轉彎 這樣啊 你知道最近有個新單元叫 新聞即轉彎 就不是啦 叫新聞小轉彎 什麼 小就是現集的意思啦 叫新聞小轉彎 新聞彎轉彎 新聞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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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彎即轉 新聞請發彎 好 被你所有頭都暈了 不過來我們這個單元叫做 新聞即轉彎 有料的喔 好 真該說 好 真該說 真該說 新聞即轉彎 這是轉的爛句吧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個 新聞即轉彎這個單元 那這個單元呢 就是用新聞素材 來當作題目 對 給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來猜看看 對 大家 這個答案呢 非常合理 對 一定合理 但是可能是出乎各位的意料之外 這樣 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耶 對… 那今天呢 先介紹一下我們來到現場的 四位特別來賓 來來來來 新介紹 新介紹我右手邊這一位呢 算是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旁邊的小嬌嬌帥哥 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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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指教另外一位帥哥呢 他在我們這個華四非常受到歡迎 是的 叫做台字元 謝謝 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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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位是 獨一無二大美女 陶晶瑩 陶編的 張妍廷 張姐 好的 好的 導播非常辛苦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幾條 要看幾條 要看幾條 看幾條 我 我 好好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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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師父好 好大家好 那麼今天呢 我就是要來調一杯酒 邊調酒呢 我就邊出一道新聞機轉彎的題目 好 對 這個題目來考考你們的智商 對 但是我們之前我們是不是要想一下這個酒名跟他們講一下 對 這我的助手非常想講 對 因為這個酒名這樣特別 因為這個酒名我想了很久 這樣子 來介紹一下 我這個酒名是我師父發明的 這個酒名叫做 對 就是這個酒名 這首歌 歌完以後 講話會跟你一樣接發 師父啊 師父啊 你會重複一遍跟他講 好來 再講一遍看會不會一樣 好厲害 好 那麼現在我就要開始調酒 遊戲規則就是我出一道題目 然後在我調酒的時候呢 你們就開始想答案 那答對的話呢 就不用喝我調出來的酒 因為現在我是嘗試一個新的口味嘛 師父你會調酒嗎 然後這個當然是會囉 師父當然會囉 不過這個口味不見得是給人喝的 所以呢 可能會比較特別一點 是 那如果今天答得出來 各位就不用受苦 就不用喝這個酒 那如果答錯的話呢 就就 就請各位要 就是一口乾淨的 好好好 對 好現在我一邊調酒呢 一邊要來說這個題目 首先介紹這個叫做沙拉油 好 你是什麼牌的 就不打廣告了 好 不用換又是那種嗎 可以這樣喝 這個是辣油 好 題目是 辣油 不太辣了吧 不是 題目是 這個是味乳 味乳 應該喝完再喝這個吧 我們的題目 我要開始說了 答不對就要喝了 不要緊張 題目就是說 現在國內環保意識非常的 怎麼樣 強烈 對 對 那大家都不願意 那個垃圾場借在自己家後面 對 對 但是呢 老張他非常願意 非常高興 垃圾場借在他家後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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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知道答案 好 答對嗎 到底還是要加一點讚 不能 謝謝 謝謝師傅 好的 五秒鐘 五言八 四 三 五 二 二 一 好 從這邊的最後一個來回答 誰呢 黃主嘉 來 做答案 答案是什麼 因為他是受破爛的 受破爛的 然後熱熱腦在封明 他就可以這樣直接從那邊拿過來 拿去賣這樣子 有沒有對 其實呢 算是非常接近 不過呢 還是要讓他喝 因為不是標準答案 這個是我們五三哥交代 跟那個字差 跟那個答案 差一個字就不對 對 對 這好黏稠喔 對 這動不出來 你搖到這邊只有一點點 對 對 你這好黏稠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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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什麼口味啊 頭巾 你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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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穩心喔 那接下來第二位呢 我們請 我們請 旁邊叫得非常大聲的 旁邊的旁邊 宋少卿 請回來 答案是什麼 我剛剛已經知道答案了 就我們 快點 啊 啊 啊 好黏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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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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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既然黏醉 就不用倒了啦 還是鬧得出來 師傅再拿出來 師傅再拿出來 好接下來呢 我們請這位非常緊張的 來 張姊回答 張姊姊小姐 答案是 答案是 忍下去 忍下去 鍾客 bowls 為什麼 師傅 師傅英明 師傅英明 好大一杯 我知道答案 我說 因為就是 他不希望樂士展 駿在他們家的隔壁 那就請看 對 我太說話 脫下氣啊 好 说那什么答案 好了 现在我要公布答案 关注朋友讲出来了没有 这个口味是怎么样的 我待会告诉你 答案就是说老张 他是一条野狗 他是一条野狗 这个太无聊了吧 那你是答案臭 没关系 他已经喝了就原谅他 说脸都变得辣 奇闻奇展望 奇闻奇展望 欢迎各位提供新点子 到连环炮来 谢谢您的收看 新闻奇展望再见 没有 谢谢师傅 师傅 可是为什么不是 是野猫呢 为什么 是 是 是 呼叫总部 呼叫总部 这段机密影片主角 目前正潜伏在我们这边 他的目的在搜集情报 请各单位密切注意 请各单位密切注意 由任何状况 立即向总部报告 好吗 听到了 好吗 知道了 好吗 了解了 好吗 太师太太师太 小鹅都呼叫了 听到请回答 好吗 嘿嘿 在我今天报告之前 我可要好好地先夸奖你们一下子 你们帮我还你这个新局所 我觉得还可以 不过呢 你们要是能多个点钱 多买一些新的水杯 我就告自己卸天卸地了 好了好了 这话稍说了 那最近呢 我们这个海峡两岸的海上 可以说是波涛汹涌 是浸透海浪 还跌出海上 你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 你们真是台北有悠患意识啊 那最近他们这边呢 就一直很干毛的了 说是这个台湾的渔船 老是被我们大陆的海盗船搭建 为个傻子 我们那边突然间夺出那么多海盗呢 傻子啊 要深入调查 把老子的舍给我来这一套 这一套敷衍淫妇的功夫啊 我还是你们的老祖宗呢 要不是我们那边呢 真一只眼鼻一只眼的 哪里来这么多的海盗船 其实呢 这个当个海盗也没有啥子丢脸的嘛 我们以前就是靠当土匪去家的嘛 不是不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 这两年呢 我们这个两边的海上啊 也发生了太多事情了 一下子呢 是我们的人啊 偷渡到这边 他们就翻店 一下子呢 是我们这个偷渡船 温斯人咯 我们就翻店 再加上我最近这个报警的新闻 两遍都在翻店了 那现在的我们这个海盗船呢 有没有事情去搭接这个台湾渔船 这不是会让两岸的关系 越来越惊涛海狼吗 千万不要阴消失打哦 你们要好好地监涛监涛咯 好了好了好了 明天再报告了 偷渡 哎呀 个老子里哦 想想啊 我要是他们这边的渔民啊 我才是一定翻店的 这个到了海上 一下子碰到大陆的海盗船 一下子又碰到这个菲律宾的海盗船 还有这个银里 马来西亚的这个海盗船 在旁边忽视眈眈的 个老子里这哪里像是渔民啊 那根本就是公害上的一块匪如啊 哎呦 摇舌坡是台湾渔民啊 我摇出海呢 我就一定带着海赤炮石机关枪 我砍水海干来枪 那不过这个样子 哪里像是渔船啊 这根本就像是个战船嘛 那也不能够叫做出海大雨咯 那要叫做出海大掌咯 哎呦 可老子你上脑筋咯 联环炮 各位看了刚才的联环炮 就知道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联环炮 整个内容都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 对 而且面目全非 什么 所谓的面目全非就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人家也没说错啊 不过当然啦 尤其是今天我们的这三位特别来宾啊 很多观众朋友对他们有种错觉 常常以为说演坏人的人一定都很凶很坏了 其实不见得 演坏人的人呢 常常有的时候内心反而非常的热情 你比方说像花佩兰 她虽然演的是反派 可是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士 那么她们两位虽然演反派呢 从这次花佩兰来上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她们两位也一起陪着她来上节目的这份友情 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家真的非常热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雷红先生 黄炳辉先生 谢谢方姐 谢谢方姐 你少来了方姐 那各位刚才看那个新的连环炮里面有个单元叫做新闻急转弯 我们这个单元非常欢迎你有什么新点子的话 直接寄信给我们 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四百号 停车棚 停车棚已经排了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到现场来的观众朋友 也谢谢电视机前 长久以来支持我们连环炮的观众朋友 我们连环炮明天见 我们连环炮有大美女要跟你见面 我们来看一看她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曹晴 我叫桃子 谢谢 你这是想要连环炮了吗 对啊 给了我不少钱 那你会按时录影吗 这个打开的话一定会 你每天可以让观众按时打开电视机看你吗 没问题 至少我亲戚朋友都会 那我问你啊 你会让男人心跳吗 对不起啊 这个就比较难了 那你会什么 看了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说 六点三里面不要忘记收看 连环炮 亲爱的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我真的好想揍你啊